其實這個請人吃東西的風氣 所謂說 在影圈裏面 現在將這一句對白變成 大家出來的時候 個個都已經說了 一句對白 就叫做有大食大 也不只影圈 好像萬年到其實 個個都是 社會階層都是用這種說話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叫做有大食大 我個人以為 其實有大食大就是吃阿公 以前原來源自 我找回一個經典 就是引經據典 有大食大原來是說吃阿公 即是大鑊飯 是的 那就叫做有大食大 但是後來那些人是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大食大 就因為 凡是有些大哥級的在 哥哥姐那些 我們就不需要付錢 是的 我亦全是手 劈一下兩隻手 搞定 因為你知道 尤其是免圈 就是他們由一個本身開口的時候 就是一間公司去找不同的人回來 或者一個導演 後來就變成了很多叫做班底 是的 什麼班 什麼班 他們就不單止要照顧他們自己的 附型的工作人員 要照顧他們後面一幫幫 幫他們的兄弟 那麼為及的情況下 連一些演員 都是進入了這個班 這個班裡面 變成了很豪氣地 他要請很多不同的人物 我小弟真的有一個 我們後來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 我們的影圈裡面 一個 孟常軍 真的是 Kengo 真是 我據問 Kengo 和他拍照 你日日都一定有湯喝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是 真的好 湯水 拍Kengo的戲 你一定有滋潤 真的好 因為他第一件事 第一天開工 一定 他就會拿一塊錢 給他茶洗姐姐 你幫忙去 所以 在茶水姐姐那裡 永遠都有一個 有湯 不是有一個湯 湯 不要緊要 湯一定有 是一定有一個大鍋 這麼大的鍋 哇 那是這麼多人 是啊 他們每天都熬 每天都去買材料 不夠錢的話 就問Kengo再拿 總之天天都是 不單止是這樣 Kengo 還是為及所有人 所以他一定不單止是在那裡吃飯 收工 他都不想大家一起走 收工之後 都希望大家一起吃飯 都會等同大家一起吃飯 很好啊 我小弟那時候 曾經 跟Kengo 一起工作 所以 跟Kengo 都為及到我 小弟 那時候 真的厲害 大家聽過 一天三餐 都吃Kengo 不單止是演戲 是正確的 就算你不演戲 你那天不用工作 那怎麼辦 你都可以為及他 Kengo 真的很喜歡打火鍋 是的 真的很喜歡打火鍋 真的不是說 他真的 但我們曾經試過 他收工之後 他可以跟我們一起去打火鍋 六點鐘 去到那個打火鍋的火鍋店 那麼 我們可以由六點鐘 開始一路吃 吃吃吃吃吃 直到晚上深夜兩點鐘 嘩 都挺馬拉松 很馬拉松 但打爹路有一樣東西好 大家都不想 但是問題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已經跟四班人 四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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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有幾個鐵膽 有幾個鐵膽 所以 那時候 如果大家有記憶 在Kengo 身邊的鐵膽 通常都像我這樣身形 被Kengo 吵肥了 吵肥了 所以真的很好食用 當然 這件事就沒得說了 因為 Kengo 現在身體關係 已經少了這類聚會 但是 其實適合的 吃少一點會好一點 但是 這些回味和回憶 是永遠留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真的是吃得最好 真的是 一個圈中的猛嘗君 所以我經常都說 Kengo 你是可以的 啊 好了 第二個 亦都可以堪稱孟成君 這個孟成君 就不同了 他喜歡請人家回家吃飯 這個自己親自下廚 這個自己親自下廚 我當然知道 這個兩圈中裡面都出名了 出名了 這個可能不用說了 告訴大家 他甚至乎一到外佛 他喜歡去買菜 他買菜的 喜歡去 他是第一件事 一到 他會組別人去到外佛的地方 他一組就 他看了街市 他身為街市 因為那幾個都看了 外派的時候那幾個都看了 但是我去到那個時候 去到馬德里 我就去看馬德里的大使 街市在哪裡 去到巴黎 我去看巴黎的巴黎市 你這個哪個都不用說了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我們的大哥大 紅金寶 三毛紅金寶 他真的太喜歡煮飯了 他就會親自下廚 剛才都說了 他們會吃完飯 就拍完了 那怎麼辦呢 會請所有的兄弟回家 去煮飯 所以呢 我經常都覺得 那個高麗熊 真的是一個 幸福少婦 你不用做 因為我工作都做不完 他說只是坐在旁邊幫忙吃 是啊 所以呢 其實就是 殺國座是一個 衛城峰 當然是 大家一起聚集 聯絡感情的 其實呢 就是 大家都有一種 有大食大的一個感覺 其實呢 不可以這麼說 純粹真的為了我們 要貪求那種 大的感覺 而最重要的是 希望可以大家 共聚在一起 可以有一種 一輕的亂移的感覺 而且如果感情好一點 對工作也有幫助的 沒錯 還有這件事情 不是澄清 也不是為了狡辯 但是其實是 因為現在衛城風氣 大家都知道 就是剛才所說的 Kengel Samo 大哥大 喜歡請人回家 一起吃飯 其實衛城風氣 現在你發覺了 很少人喜歡出去吃飯 大部分人 都喜歡請人到家吃飯 我們知道 珍姐 駱小姐 甚至乎 你想想 Bosco 三哥 我們經常看過很多Facebook 很多東西 都在家裡 大家集團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這樣 發覺了很多人 之前那些人說 TVB真的不好 為何無端白試 有一刻拍電影 就不是打火鍋 就說是燒烤 即是結束 是的 其實可能 可能是因為他們 習慣了以為 那些藝人 喜歡這兩樣東西 因為我們發覺 是真的 任何的聚會裡面 大家都不喜歡煮飯吃 除了大哥 大哥沒得說 因為他喜歡下廚 如果不是的話 大部分人都會看到 我們一打開Facebook 都會看到 全部不是打火鍋 就是燒烤 因為真的是方便的 你不需要 限時走 你喜歡來到坐下 你去買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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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反映現實 反映現實的 好了 今天很開心 跟大家講開吃 其實講吃 還有很多的趣味 還有很多的趣事 不過不要緊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關於我們影圈裡面 吃的一些秘密 還有一些秘密 說了這麼久 我們都餓了 我和微哥哥都去吃爛了 好了 那就記住 下次再跟大家 講吃 慢慢吃 下次見